70岁老伯在台银彰化分行那样汇款 被行员发现可能有炸 保气警察上前了解 老翁说他透过LINE认识人 在夜门当佣兵的女网友 叫他爸爸 还每天对他嘘寒问暖 最近却说因为战乱频繁 心生恐惧 想要提早退伍回来台湾 对话过程采签情策略 不断说以后会照顾爸爸 但最后却说要先寄回贵重物品 请爸爸先帮忙代付运费 原警找出了相关诈骗案例 哭劝老翁一个小时 他终于愿意相信自己被骗 诈骗集团不只利用感情 或打亲情牌来诈骗 警方统计去年的诈气犯罪案 以投资诈气最多 占了31% 案件数甚至从2019年的1894件 到去年2023年已经增加到了11775件 甚至比前一年还多出了5200多件 暴增八成 其中65岁以上的长辈受害者 更多达5331人 等于每天就有超过14名的长者 因为投资诈气案而受害 警方提醒投资要透过合法管道 来赚取合理利润 别轻信网络广告推荐的金融投资资讯 TVBS新闻江俊彦宏采访台中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